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 男子汉大丈夫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以乎傻书5章23次 在美国有38%的孩子 是不能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的 有超过一半的孩子 是度过了没有爸爸的童年 这个危机令犯罪率增加 令教育程度下降 令经济能力衰退 令家庭制度破产 有很多社会学家都同意 没有爸爸的这一代 是最严重的问题 深深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角力 父亲是一家之首 正如基督是教会之首 这是神所设立家庭的原则 今天是人怨离神 男女的关系都搞到混乱不清 很多男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身份 将领导权交给女人 去指馆吃喝玩乐 逃避责任 只会发露而不知道外户 只会责备而不懂得去教导 只会失业而忽略家庭 最后整个社会都失去了中心 而且趋向毁灭 到底男人的身份是什么呢? 圣经从主耶稣的榜样 令到我们看见五种不同的身份 第一 是君王 君王应该有威严 又有魄力 可以维持秩序领导群众 主持公义 赏佛分明 丈夫如果不做领袖 整个家庭就无所适从 妻子也无心追随 儿女也无处可依 第二 男人应该作善知 善知就是有软健 有勇气 善于教导 非常敏感 知识丰富 能够阻止错谋 丈夫如果不做教师 整个家庭就无原则 妻子的得行也不得到彰显 儿女的品性就很复杂 第三 神让男人作祭司 祭司应该前进又恒心 侍奉上帝圣结的榜羊 祭司也都要为人祷告 做百姓的中保 如果丈夫不做中保 整个家庭就无信仰 妻子也都不得到平安 儿女也都无求人 第四 男人要作仆人 仆人应当 又勤勉 勇于负责 忠心不宜 自动自发努力的工作 丈夫如果不肯做一个中心的仆人 整个家庭就会贫穷混乱 妻子过分的努力 儿女反而行难 郊区 第五 男人应该学会做朋友 朋友是有爱心的 有同情心 一起的工作 一起的游戏 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体贴 如果丈夫不愿意做朋友 整个家庭就无爱情 妻子深招力竭 儿女缺乏乐趣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男人 弟兄们 你是否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主耶稣的榜样 愿神祝福你和你一家 谢谢